大家好 欢迎收看 股市轮兵看 股市轮兵 今天整个台北股市又是一个开低震荡的一个格局 不过今天量也持续的萎缩 那对于今天成交量只有2300亿比昨天的2500亿还要来得更低 甚至于是创下今年以来的新低量 那到底这如何解读 我们稍后会再做进一步的一个说明 那最重要的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目前不管就美股也好 不管就台股也好 基本上还是受制于整个消息面的一个波动 就好比说昨天美股为什么在连涨四天之后 昨天突然出现了一个开高走低的一个拉回 最主要还是联准会的一个主席鲍尔 他在公开的演说里面他讲到了 为了抑制这个通膨 他原本就讲说在今年每一次联准会只要开会 那我就要升息 对不对 那大家原本是预期 那你每次开会 你还讲说今年要升六 那你接着下来 你每次联准会都有六 接下来还有六次的一个会议税 你每次都要这个所谓的一个升息 对不对 那现在原本预期五月这个会议可能会升息一码而已 结果他这一次怎么样 他暗示他要升息两码 结果这个消息一出来 你知道昨天的美股马上就翻联了 那也联动今天台股一开盘没多久 就直接怎么样 灌到了17468破了17500点这个关卡 甚至于测试到了月线下跌91点 今天最低点一度测试到月线有没有 不过所幸 后来又往上做一个拉升 到最后就只有小跌 小跌还不到一点 0.65点 那我想对于近期 我们就说过了 消息面顺息万别 对不对 你看联准会开会才多久 上个礼拜的事情 上个礼拜是不是才刚讲错 我接着下来升息六码 每一次这个会议 大概就升息一码的一个情况 上个礼拜四才刚讲 今天也不过礼拜二 你看整个鲍尔是马上 他的一个雨风马上又换了 所以我说现在整个顺息面 很多是你没办法去掌控的 所以我讲这段操作 我也一直告诉各位 即便盘面我也看到了 确实有一些强势股 在每天轮动的过程里面 都偶有表现 但是我说过我们做股票 是投资 它不是投机 我更不能拿会员的一个钱去赌 你都看到今天什么强势的股票 我去赌 难道我不会吗 难道我没有看到 你们都看到 我会看不到吗 对不对 这段时间很多人说 那盘面上有强势股 为什么不做 你为什么一直要保持 先有一档股票 然后从过去到先 从高档卖掉股票到现在 你都还没有出手 其实我说过了 当你没有把握的时候 尤其这个盘面 我如果现在是消息面 在主导这个盘面 既然是消息面 在主导这个盘面 你想我会知道 鲍尔他今天要讲什么 那我会知道 今天普丁拜登 甚至于泽伦斯基 他要下一步做什么动作 第一个我不是政论家 纵使是政论家 他就一定猜得到 普丁接下来要怎么做吗 对不对 那这些你有必要去猜吗 你猜错了怎么办 所以我说有些时候 我一直告诉各位 做股票每一个阶段 都有每一个阶段 你要用策略去应对 有些时候该冲 你不要犹豫 钢盔带着就冲就对了 但是你不该冲的时候 你不要想上去当炮灰 这样是很危险的 所以该守我们就守 你守住了 你想一年365天 股市开盘至少也有280天 那每年有这么多的交易率 难道你就一定要 在这样的一个不适合 去冲的时候 你要去做一个冲刺吗 没有必有 你看这段时间 我这样说好了 从我们全数卖掉股票以来 你看这一连串下来 先是什么 先是航空双雄 来我们来看 当时航空双雄在高档的时候 没有一堆人告诉你 他有多好有多好 是不是好 我承认他确实是好股票 方向也都没有错 绝对是未来的趋势所在 但是我只问你结果 你看这个量 你就知道当时有没有人追在这里 当时我就出在这里 你们都很清楚 对不对 当时2月22号 2月24号 我们出在这里 那一堆人追在这里 你说这段时间拉回之后再上来 那我只问各位 当时追在34块 35块的人一大堆 六七十万张 每天成交量都六七十万张 今天收盘多少 今天收盘还在32 你买在35块的 纵使它的趋势明确 纵使它是好股票 你买在35块的 我请问各位一个月过去了 今天又22号了 我们长龙行卖掉一个月了 一个月到现在 我卖在这里 到现在高点都还没过 换句话说 如果说你买在那个位置 一个月过去了 你解套了没有 你还没解套 不是吗 当时有没有人在讲说 这个股票有多好 甚至你的老师 有没有带你去追 你自己最清楚 但是我说 我也认同这是好股票 但是怎么样 位置不对 时间不对 为什么 因为现在整个瞬息 瞬息万变 这都不是你能够掌控的 好 除了当时长龙行以外 接着下来 最多人讲的是什么 接下来不就是什么 不就是钢铁股吗 为什么 因为妖孽出现了 俄乌的大战 对不对 逆架的飙升 有没有 曾经一天涨一辈的 莫名其妙 大家屈之若鹜 拼命的追 我只问各位 你去追在高档 大臣刚是不是不锈刚 你去追在高档 你那时候去 你不要再告诉我没有 这不是成交量吗 有没有人追在这里 这不用我再多说了 你追在这里 我请问各位 我们来看图说故事 你追在高档 有哪一个到今天你解套的 有没有 当时大家在讲妖孽 大家在钢铁股 那时候盘边上一度是强势股 你说 他们在涨我没看到吗 我为什么不像其他分析师 带着我的会员去冲 看结果 不是说这未来不是趋势 我认为不锈刚 还有跟镍相关的这些产业 这些公司 我认为也都是未来的趋势所在 这个未来 行情只要一指稳 他们确实也是在方向上的股票 只不过纵使是方向上的股票 纵使是趋势对的股票 你买的时间不对 你看嘛 一个月过去 这三月初的事情嘛 对不对 都快一个月过去 你到现在还没解套 这样有意义吗 那既航空双雄 既这些钢铁股 你说钢铁股 还有一档 这支比较强的 这档确实是比较强一点 对不对 如果说以这档来讲 我请问各位 你一样堆在这里 对不对 这里有堆大量 对不对 你堆在这里的 我请问各位 他没有错 他比这个要强一点 他比他强一点 但是我只请问各位 你到今天你解套了没 这个高点36块6 这个高点36块6 今天收盘多少 今天收盘35块4 你说有过高 有过高是有好 今天过高就爆大量 为什么过高会爆大量 因为上次套牢的人一出来 全部都倒出来 那纵使你今天 哇 好不容易到你的成本里 把它卖掉了 那我请问各位 一个月快过去了 你不是做白宫 那一个月过去了 也没赚到钱 那抱着股票 你看这段时间 在那边载幅 载成的时候 一颗心也七上八下 你是在没了 你现在手边卖掉 你像我们一样 在高档卖掉的股票 手边现金 我管你今天怎么 盘面出什么大消息 我管你怎么样 你心里心里很轻 甚至于当大跌的时候 你甚至你还会有一个 邪恶的一个心情 想说跌得深一点 我才来买 对不对 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 是不是你反而 有这样的一个喜悦 相较你抱着股票在高档 套牢的时候 哇 今天盘面出现大坡洞 比那一天大概 整个心思又都没有 那不是很划不来吗 好 那借这个钢铁类股 以后再下来是什么 再下来不就是 长荣这些货柜三雄吗 一样啊 到了前一段时间 有没有 开始在讨论股息 股利怎么发放 哇 大家在想 货柜三雄去年这么赚 能够配发的现金股息 一定非常高 当然也不错 确实目前所公布出来 都很漂亮 殖利率少说 都有10%以上 我这很赞的 对不对 你说你目前 银行利 纵使升息 纵使这是央行升息印毛 其实定存的利率 大概也就是1% 以前还没有升息 以前连1%都不到 现在好不容易有1%了 1%了 可是这个配息 有都10%以上 吸不吸引人 对不对 垂涎欲低 可是纵使这样子 当大家讲说 这个题材有多好 有多热 你跟着市场多数人 你看 这个高配息 我也认同 这个确实是在今年 所谓的高通膨时代 在悬股上面 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之一 但纵使如此 方向趋势都明确无误 可是怎么样 你追的时间不对 你看高 看墙去追 你看一样 看图说故事 你买在这里的 不要告诉我这里 这个成交量这么大 有没有 你说没有人买在这里 谁相信 你买在这里的 你拿一个解套 你拿一个有赚到钱 从长荣行 再到不锈钢 再到货柜三雄 哪一党不是强势股 哪一党不是当时 市场上众多的专家权威 力拱力捧的股票跟族群 有哪一个不是 可是你看 你勉强出手的结果就是如此 我一直告诉高坚的小哥 不要看墙追 不要看墙追 像今天大家追的最多是什么 特用化学 来 今天这支很棒 掌听板 对吗 很棒 今天很少人跟你说 说的又挖多多又挖多 有没有 今天这支最好 但是我只请问过 我们来看图说故事就好 你说东简 特用化学 方向对不对 我也认为是对的 是不是好股票 我也认为是好股票 今天很强 掌听板还不强 对不对 但是我就请问各位 你除非买在昨天 你除非买在昨天 不然今天这跟掌听板 跟你有关系 你自己说 好 那你再看这段时间以来 来 我们从这边开始看 这一天 有没有创新高 有没有创新高 当天创新高43块6 有没有 你看墙追 当天马上回来给你看 当天马上没在想 有没有 然后在这边在这边盘 盘了一段时间两个礼拜 又创新高 一次到这里又创新高了 有没有 这次来到47块7 有没有创新高了 你看墙 我创新高 我赞 我来去撩 隔天天再下来 有没有 你创新高去追 你看隔天又下来 然后下来又浮浮 又载浮载成 又一个礼拜之后 你看他又创高了 又创高了 有没有 你再去追 哥哥来得逃栽 又下来 有没有 又连跌三天 到今天 又拉起来 我不是说他好 我不是说他不好 你不要误会我 我不是说他不好 你也没有发现到 从过去的 航空双雄 再到不锈钢 钢铁肋骨 再到我们刚刚讲的 货柜三雄 甚至于来到今天的 这些所谓的特用化学 你有没有看到 你看墙追一定被修理 难道他不是吗 看墙追就被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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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倒是如果说 你趁拉回买进 到今天收盘创新高 你就赚钱了 但是前提是 你是拉回的时候买 拉回的时候买 而不是当大家在讲 可是你想拉回的时候 有人会叫你买吗 这就是问题 对不对 今天很多人在讲东检 掌停板 今天如果说我不讲东检 好像我都落差了 我不是分析师 但是我只问各位 当时在 来来来来 这里 3月17号 也就是上个礼拜 当他压回的时候 这里是不是最漂亮 你事后看 这里是不是最漂亮的买点 我请问各位 这里有谁带你买 今天在告诉你 东检有多好 有多好人 有几个带你买在这里 卖工 3月17 今天礼拜二掌停板 昨天礼拜一 有谁在告诉你 东检可以买 今天可以赚掌停 我相信一个 今天在喊东检 没有一个是带你昨天买的 对不对 不是套在前面的高档 就是今天怎么样 看掌停去追的 是不是你自己最清楚 看墙去追掌 谁不会 难道我看不到 你们都看到了 难道我看不到吗 为什么我不做 为什么我不做 因为我认为 这样的一个盘面 这样的一个方式 胜率不高 胜率不高 我为什么要带我的会员 去做一个赌注 我也知道 对不对 现在很久了 都没有什么 比较明显的动作 我手中招的 我也知道 手中招的 但是有些时候 就是要忍 小不忍 折乱大魔 对不对 为什么这段时间 我就是锁定一档股票 我也不新开币赞场 因为现在盘面 我认为还不到怎么样 到今天为止 我认为还不到怎么样 我们要开始攻击的 这个讯号还没有出来 所以当我没有十足把握的时候 我说过 如果说50-50 胜率只有50% 我绝对不出手 胜率50% 那跟赌博有什么不一样 就正面反面 正面反面 拆同板你也会 那这样子叫投资吗 这样叫赌博吧 对不对 所以我说胜率 没有到一定的程度 我不轻易出手 所以就是这段时间 因为很多人都在问 你怎么都不出手 你怎么真的忍得住 我为什么忍不住 你轻易出手 你反而来赔钱 现在没有错 没有出手 没有钱赚 你说没有钱赚 其实也未必 对不对 至少我们还有一档股票 到现在 我们手中就这档股票 你说这档股票 它没有大涨 可是有没有赚钱 也是有 那当然我就现在 确实不是赚大钱的时候 我也这样告诉你 但是我说一年365天 你不要天天股市开门 你就想赚钱 没那么好的事情 如果说每一天股市开门 你都能够赚钱 那你早就比巴菲特 还巴菲特了 你是股神的股神的 对不对 有些时候该守我们就守 你只有守住你的实力 当未来盘面正式要发动的那一刻 你才有钱 否则你看 你每天在那边冲来冲去 我刚也举个例子 从一开始的航空双雄 高钢铁股 再到货柜三雄 再到现在的特化 你去建墙追的 你建墙追的 你哪一个有好下场 那你现在这样东搞西搞 把钱都搞掉了 当未来 我说利空不会永远存在 总有利空出境的时候 这个盘面总也有落底的时候 总也有新一波 涨势重新启动的时候 当如果未来行情重新启动 结果你在这边胡搞瞎吵 冲来冲去 冲到最后钱都没有了 让我请问各位 当行情正式启动那一天 你拿什么买股票 很多人嘴巴都很会讲 现在逢低来买 逢低买谁不会讲 逢低买也要有资格 你高的地方没出股票 你逢低哪来的钱买 纵使你高的地方有出股票 你每天在那边冲来冲去 看墙追看墙追 追到现在大概只剩一半了 要不然就全部的钱 都套在里面了 未来当行情落底的时候 你拿什么买 好好思考这一段时间 我也知道 每天看着盘在涨 有些股票在涨 好像我不买 我都动不掉 但是有些时候 该忍耐就是该忍耐 好好思考这个道理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来到现场 我想上个节奏 我们他再一次的 苦口婆心再一次 也很诚恳的在叮咛大家 我的现阶段 当盘面还不是那么稳定的时候 尤其都还是消息面 在主导盘面的时候 你不要怎么样 你不要操作上太过于躁进 尤其最忌讳的是什么 看到强势的股票 当大家都在告诉你 他有多好 你跟着大家一窝蜂去追 刚刚我举了那么多的一个例子 对不对 那些难道都不是 盘面上最强势的股票吗 是人气最高的股票吗 从一开始的航空双雄 再到钢铁股 再到货柜三雄 再到现在的特用化学 当然特用化学今天很强 而且这些股票 我都没有说它不好 只是说当大家都在力拱它的时候 你去追你的 对不对 你的危机就比人家高 你的风险承受就比人家高 你事后来看你说你哪一个有赚到钱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过有些时候你必须要忍 我知道现在已经空手了一段时间 又或者你看我们所见就有一档股票 大部分的现金 你看从当时二月中 那一路报到现在 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怎么样 哇怎么动得掉 可是该忍就是要忍 该忍就是要忍 我说过了 股票不是每天都可以赚钱 行情有涨有跌有盘者 如果说你一年三百年 你每天都是想赚钱 你很容易受伤 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春耕夏云秋秋冬场 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该做的 那至于忍了这么久 那到底我还忍到什么时候 我这样说 来 我想我昨天也跟各位讲过了 即便现在整个技术面的一个重要性还不弱 整个消息面的一个重要 因为消息面还需在主导 不过谁的消息面 现在你看 昨天鲍尔这番谈话 正说是利空 现在斗大的一个标题都在讲说 哇鲍尔又变成鹰派又放鹰 有没有 又放鹰就又放鹰 昨天美股是跌了 有没有大跌 没有小跌而已 这代表其实盘面对这些利空的一个反应的一个程度 已经慢慢的怎么样 慢慢的趋于缓和 所以现在最大的变数就是在俄乌之间的一个冲突 如果这俄乌之间的这个战争 没有新的利空再出来 没有进一步再扩大 我说过大家最怕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目前来看是大家都还很节制 大家都还是出一支嘴而已 没有真正的出兵或干嘛 那这样子其实纷争扩大的 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样的机会应该就不大了 那你说油价油价最近是有涨 不过就以西德州来看的话 现在大概就在110块钱上下浮沉 那距离前一波的高点140 150 我想要短时间要突破也不是那么容易 在这种情况消息面慢慢的淡化之后 配合的技术面连续两天站稳在月线之上 站稳在月线之上 而且量缩下来 其实我个人的解读 这叫什么 这叫筹码安定 这不是人气退潮 市场上现在还是有的是钱 只是大家不愿意 因为就像我们一样 我手中都是现金 可是我干嘛急得出手 还不到那个我出手的一个时机 所以我都在看 像我们这样的人很多都在看 可是随着筹码安定 整个技术面慢慢的转强 整个消息面的一个利空 慢慢的缓和下来 只要没有新的一个利空再来冲击 我认为 我认为 买点 买点 所谓的破大买点 你看我忍了那么久 我满手的现金 我忍了那么久 我认为这个买点就快来了 就快来了 快的话可能这个礼拜就会出现 如果说你也跟着我一样 忍了那么久 尤其当买点出现的时候 你也想第一时间 跟上我们操作的一个脚步的 因为毕竟节目在盘后 有些时候买点就是在盘中的 那一个刹那 所以如果说你想第一时间 跟上我们脚步的 随时今天节目过后 可以打一通电话进来做一个登记 登记完成 当哪天落底的买点正式浮现 我们开始进股票的时候 会带着各位做同步的动作 我们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圳评估 另次负投资风险 感谢观看